行不要动 趴下 不是不是不是你趴下 事情呀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们家来了两位特殊的朋友 一位叫包米 另一位叫 KTV 你才是KTV 那是安妖威 第一天见到他们的妹妹 然而过了一天之后 爸爸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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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妹妹 这你得叫姐姐了 姐姐 姐姐你好 看安妖威 她七岁 你两岁半 所以说她是你的姐姐 走路猛猛的 睡觉猛猛的 看树猛猛的 狠气也 不弄大 好像是天生的可爱 老肉 她俩还面面相去 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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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好朋友吗 别觉得意外 众所周知 我家二台是哥哥养大的 妈妈 所以导致她的危险意识 可能比我这个当妈的还要强 就拿上次出去露营来说 有两个小姐姐就跟我女儿 发生了一点争执 其实我当时还在笑 但是你们看我儿子 她的眼里却全都是对妹妹的担忧和心疼 然而责任让她助流 教养却让她保持了沉默 生开吧 开吧 开吧 让我清晰的思念吧 从初见 风格来到 最后一秒也足够吧 以前的 如果是我们 比赞最好的年华 回头啊 就都是幸福啊 这一定是最温暖的兄妹了吧 当我们在吃饭 妹妹的西瓜不小心掉落 没有了 没有了 不要了 爸爸带你扎一个 我扎了一个 这时候我们正准备让爸爸重新扎一个 然而此时哥哥也注意到了 并且拿走了盘子里仅剩的一块西瓜 就在我跟爸爸纠结最后一块如何分配死 发现她并没有自己吃 而是把最后一块放进了妹妹手里 此时妹妹好像也发现 哥哥把最后一块西瓜让给了自己 就见她若有所思的看了看 他选择把第一口给哥哥吃 我借着风吹来的感觉 继续在树荫下 却等你跟我害怕 小心点 你小心点 让你小心点 当有帅哥在我女儿面前走过 这家活活都跟人家走了 你的主题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被你不愿清醒 还有梦了 他害羞了 太羞了 有帅哥呀 你害他羞啊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是看着老大颜值生老二的 非常有意思的在于有些角度你觉得他俩长得一模一样 然而有些角度你又觉得他俩长得毫无相关 后来我发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女儿的颜值时而在线 时而离家出走 所以很多细心的朋友都发现 瓜瓜跟哥哥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涮眼皮 可是在他去年生病瘦了几斤的时候真的出现过 非常搞笑的是后来他又把自己吃胖了 其实有没有涮眼皮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的他可爱善良 而且确实比小时候更漂亮 大家都知道我女儿有一个特别丑妹的哥哥 具体怎么形容呢 用我朋友的一句话说 他要是有奶就亲自喂了 就拿前段时间三把女神节来说 学校组织每个人写一个围裙 这上面的字吧明明写的是我爱你妈妈 但是我觉得除了这几个字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无论在哪里 只要我儿子在家 我基本上就属于脱管模式 从而引起的系列反应可能就是 你说要是哥哥比我地位高吧 也就算了 毕竟付出的更多 但是这个就有点扎心了 更主要的是我看热闹的儿子还不嫌事的 不想你 妈 不带爸爸的儿子啊妈妈 我要说 哥哥 哇 时间都突然的脱窃 在这一刻我只想牵起你的手 感受你的温度 于是十字心 不是每个人都有 安安的时候 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从手 Luffer都知道 乖乖从小特别喜欢吃汤果 并且每次去接哥哥 都会给哥哥带一个 其实有很多人提醒过我 关于孩子吃汤的问题 我也不是没有留意过 只是有的时候 你能吃出菜吗 哥哥不要想吃吗 我也想吃 哥哥不要想吃 不可以吃它 你叫他 那怕化作星河陪着我 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我在头望着 暗天的星河 温柔的闪烁 是你守护我 风雨过海多 听你拥抱我 你会在身后 永远爱着我 抱着闭上闪人看 眼前都需要你爱 我的心思有你 我看很多人问我 同一张脸为什么要生两遍 可我也想问啊 同一张脸为什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是不是很好奇 哥哥锻炼的时候 妹妹在干什么 要让这个世界似乎是正确的 只有你 而且要让这个暗闪人看 只有你 我走哥哥 好别吗 走 走 我走 我走 等到哥哥下课 你就像礼物一样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当他抢哥哥玩具 被爸爸罚站 你没有打过去 那是礼正吗 这是礼正 还抢不抢哥哥的东西了 抢不抢啊 还抢不抢 抢不抢大家好了 好 却能调养我的心 你还热后了吗 能不能改 爱的烈火燃烧了空气 我太难了 却不经意加快呼吸